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紫时 最近还是在忙学习啊,因为我也是一个高二岛 然后最近的地图就变成了周庚地图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姻缘树后面 我盖了一座类似于四合院的一个小屋子 应该是小院子了 这是第一次尝试盖这种小院子行驶的 所以还是,因为这是一个 我这个地图里面一般都做的是古风的嘛 所以还是做了一个这个小院子 虽然没有搭完啊 因为是一块一块戳起来的 所以没有搭完 先带大家看一下我的内部结构吧 一进院子,它真是这么一个拐弯 这边想搭一个小水池里面养点鱼什么的 但是我的世界也没有鱼,搭一个水池好了 除了是一棵树 护家,护院子的树 这边就打算当成一块空地啦 然后种点那个,也不是种点什么 搭点石桌什么的 夏天可以乘凉 没有模组,但是有模组的话 我们可以种葡萄糖 不对,葡萄架 然后这边是一个水池 想找何意 对,不得,睡帘 找睡帘种一下 然后这个是就可以通到我的家里来 这块也是一棵树 我们可以在白天 这个一个红石灯 白天的时候也可以灭着 晚上的时候亮起来 最后就是我家啦 其实我第一层已经差不多改完了 这一个房子 它是通着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是从那边进来的 然后也可以出来 其实也可以从这边进 这边进来是一个 一个怎么说 就是进正屋之前的一个地方 类似于大家一进门的那种小门廊 然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小书房 一个没有事情的话 可以 没有没有人的话 可以 我们可以在一层 在书房 看看书 玩玩电脑 然后这边就是 一个小厕所 对不起 小卫生间 虽然我其实不太想把书房 和卫生间 搁在一块 但是 就是这么设计的 这还有一块地儿 这边是想放花盆的 想放花盆 现在是怎么把门关进去 这边是画 因为它二乘二的画 只有两幅 而且不太好看 所以就用了两幅一乘二的画 然后这里面是 这块就是我们刚进来的那块 一个小沙发和一个小电视机 这边又打算放点花什么的 这边也是一个小桌子 其实我一层还想弄一个小餐厅 然后二层 二层我一直在弄 因为二层那有一点嘛 所以没有那个 虽然还没有做完 二层我想的是 这块有个小阳台 然后这块也有个小阳台 做一点我的卧室啊什么的 肯定主人要有卧室嘛 对吧 然后想做一个开放式的小阳台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风景啦 还能看到我们的音源树 我最想布置的其实是这一块 这一块并不知道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既然有这么一个小院子 还是就可以很有情调的放一年 那种小资生活的东西 这个其实是跟看到网上 有一个人的四合院的设计图 然后改的 就是四合院里面有很现代的建筑啦 好啦就是这样子啦 我尖沙之鱼 戳累了的时候 戳方块戳累了的时候 我也会去玩一玩 那个生存地图啊 剪谜地图 但是我对这种怪 真的不太感兴趣啊 小白什么的 我好害怕他们的 所以试一试吧 对 来厕着 这个宅子 在我的努力下还是还好了 因为第一次建嘛 还有改 我妈妈改好吧 会再建两天 给小朋友 小伙伴 给小伙伴们 搭出一个成品来的 好了今天就这样了 我先去录一个生存地图 然后 我考虑 好 我这个把 小伙伴